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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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干啥啊 站住 我赢了 做完货 等会大家赢了 再来换一次 再换一次 兩點兩點 欸 四 再一點 好啊 我沒有看到你沒有 很便宜 欸 我好聊喔 所以這一集 爸爸我只有1秒 我再玩一次好了 來我再玩一次好了 不是薑糊耶 不是一樣耶 這很多的耶這個 好像很難耶 不是耶 好了我來了 來了來了 來了來了 We are the champions My friends 耶我贏了 所以 好啊 我們那遊戲就是這樣子玩 如果你在家 如果你在家 你跟妳一起來 然後一起紙袋 我們一起到這裡啦 拜拜 現在歡迎大家 一起葬起來 我們一起來跟 敬拜葬美的老師 來做動作 來葬美我們的神 我們一起來葬起來 敬拜葬美我們的神 小孩 也祖父心愛 社群也許小孩 所有的小孩 世上所有的小孩 耶稣心爱世上所有的小孩 世上所有的小孩 不如红黄黑白妆 都是耶稣心爱 耶稣心爱世上所有的小孩 在天父的花园里 我们都是天父的宝贝 天父会细心地看顾我们 天父的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我们一起来畅想天父的花园 像小花园里 红尘环蓝绿 每一朵小花都美丽 微风轻飘映 蓝天空欢喜 在天父的花园里 你我同是宝贝 在这花园里 眼底细心恶不忽然你伤心 花园里 花园或下雨 必须从不离开你 天父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 小小小花园里 红尘环蓝绿 永远尘环绿 在天父的花园里 尽chu油 蓝驰就给你 愿你细细刻骨 不让你相信 花风或下雨 永绪从不离开你 天父的小花城站在他手里 你若从事宝贝 载着花园里 愿你细细刻骨 不让你相信 花风或下雨 永绪从不离开你 天父的小花城站在他手里 天父的小花城站在他手里 天父 谢谢你赐给我们有你的爱 你的爱降下来到我们身上 让我们一起活出爱 像世人活出耶稣的爱 有一份爱 从天而来 遗伤高 遗憾很深 这骨头 我不走 却看得见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感性给有心爱 把心中这一份爱 活出来 耶稣的爱 地利我 敞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 耶稣的爱 天让我 心中熊熊海活 我们一起 向世界 活出爱 有一份爱 从天而来 有一份爱 从天而来 遗伤高 遗憾很深 这骨头 我不走 却看得见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感性给有心爱 把心中这一份爱 活出来 耶稣的爱 地利我 敞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 成为别人祝福 耶稣的爱 天让我 心中熊熊海活 我们一起 向世界 活出爱 我们一起 向世界 活出爱 我们一起 向世界 活出爱 阿�men 神儿的爱 朋友也生 谢谢你 看顾着我们 祝下你 保守着我们 让我们每天 都有生命气息 一起敬拜祢,服侍祢,谢谢祢,祷告,奉主耶稣,我们这所求的,Amen 我们现在一起来送奉祭,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诗,谢谢祢,让我们有精神的奉献 祝福我们,都可以健康身体,美女都可以很开心 孟主明求的Amen,我们现在一起来送奉献 今年年头的时候,我就报考了英文母语 因为碧里学院是Diploma,必须要母语考到Band 3才能够毕业 母语的考法就分为四个部分,听说读写 在3月份的时候,我就考了说的部分 剩下听读写的部分,就因为疫情的关系展延到了9月份 这中间就隔了一段时间,到了要考母语的时候 我就很担心会不会考过 如果考不过的话,就要重考,那就会慢毕业耶 这个时候,我就听到佩行老师在线上儿童崇拜分享的见证 讲到当他在考圣经测验的时候 他自己有付出的努力,读圣经,复习 并且每一次考试的时候,都祷告交托给神 神就带领他考到好成绩 过后我又听到一首诗歌 这诗歌里面有一段歌词是写 一生信实对我顾念,一生美好帮我到永远 让我知道神是信实的神 他看过我,美好的事情会永远伴随着我 我感觉到神真的了解我 他就透过佩行老师的见证和诗歌来对我说话 当然,在考木尾之前,我都有做复习 到了考木尾的那一天 我坐在考场里面,我就觉得好紧张 因为他里面的氛围就像我之前考HPM的氛围一样 我就祷告神说,主啊,你帮助我 让我可以考到好成绩 也让我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里面做完 感谢主,我都有做完 但是,在我考写的部分的时候 我拿到题目 我就看了一看 我不太明白题目要我写什么耶 糟糕了 但是,我还是凭着信心 相信神一定会帮助我 我就想到什么,我就写什么 能多写一句是一句 到了10月30号 就是公布幕尾成绩的时候 我就去看我的成绩 感谢主,我有考过 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爱我的神 大家好,我是颜欣宇 我是在上了一笔勾销的课程后有了得着 在我的生活里,我的爷爷奶奶会因为有些事情而与我发生争执 有时,我因为在吃饭时忘了用筷子就被骂了 我会因此不高兴,常常埋怨,彼此关系不好 我在上了一笔勾销的课程中 了解到这些都是罪 是不合神心意的 罪会破坏与人的关系 带来内疚,制责 但其实犯罪不可怕 可怕的是一直被罪控告 神很爱我们 所以我决定尝试放下 与爷爷奶奶和好 把关系修复了 才能修除最大来的内疚制责 靠着圣灵 加给我的力量 我相信我一定能够得胜 将一切荣耀归给神 阿们 操练身体溢出海上 唯独金钱凡事都有意 应有精神和来神的应许 提摩太前书4章8节 在大户人家 不但有精器、瘾器 也有木器、瓦器 有作为贵重的 有作为卑贱的 人若自杰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作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盛事 提摩太后书2章 20-21节 我劝你第一 二位忘人恳求 祷告 带情祝谢 为今晚一切代位的 也该如何 祝我们可以 祝我们可以 建前 专正 平安 无事的度日 这是好的 在神 我们救主面前 可摩瑞娜 祂愿意 万能得救 明白正道 因为只有一位神 在神 人的中间 就有一位中宝 乃是 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他舍自己 做万能的习家 到的时候 都是要必 证明出来 提摩太前书2章 1到6节 不可叫人 小看眼睛 总要在 言以 行为 爱心 信心 清洁上 都做 净土的版样 提摩太前书 4章 12节 谢谢 哈喽孩子们 祝你平安 今天呢 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题目 叫做 能听的耳朵 那这个故事呢 是在 撒姆尔记上 第三章 那 我也邀请到 圣经里面的一个人物 祭司以利 来为你们来讲故事哦 所以你们要装心的听 大家好 我是祭司以利 今天 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件事 在一个安静的晚上 我和撒姆尔都睡得很香 突然 他被惊醒了 因为他听到 有一个声音在呼唤他 撒姆尔 撒姆尔 我就发现 他站在我的旁边 把我叫醒说 我在这里 你有什么需要吗 我睁开眼睛说 我没有叫你回去睡吧 他就听话回去躺下睡了 又一次 他听到 有声音在呼唤他 撒姆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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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姆尔以为 又是我叫他 所以快快睁开眼睛 跑到我身边说 我在这里 你有什么需要吗 我再一次睁开眼睛 有点不耐烦的说 我没有叫你回去睡吧 撒姆尔 撒姆尔抓了抓头 他很清楚 听到有人叫他 可是 如果不是我 那会是谁呢 撒姆尔不认识 上帝的声音 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过 于是 撒姆尔又回去探校 他又睡着了 撒姆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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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第三次呼唤她 他又再一次急忙 跑到我身边说 我在这里 你有什么需要 突然 我知道是谁 在呼唤她了 我告诉他 你回去睡吧 如果你再听到那个声音 你就说 耶和华 请说 仆人静听 撒姆尔照着我说的 又回到床上 但是这次他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一边安静地等 一边细细地听 上帝再一次呼唤他 绍姆尔 绍姆尔 耶和华 请说 夫人静听 上帝笑了 因为他知道虽然绍姆尔还小 但是他会听从他的话 过后上帝也告诉上帽尔很多的启示 上帽尔就慢慢长大 上帝也与他同在 所有上帝对上帽尔所说过的话 都有成就 而且是一句都没有落空的 上帽尔成为一个大先知 他不但可以听到上帝的声音 而且他顺从上帝对他所说的一切话 所以孩子们 你们今天 有没有爸爸妈妈还有其他人 这样子叫过你们的名字呢 那你们是怎么样的回应呢 是像这个萨姆尔这样子 快快的回应 还是慢慢的回应 还是根本就没有去理呢 那我们要学习萨姆尔 他虽然年纪还小 然后他也不知道是谁在叫他的名字 他不知道叫他名字的是上帝 但是呢他听到有人叫他名字的时候 他就很快的做出反应 所以呢我们要学习萨姆尔 那还有一个就是 萨姆尔怎么知道上帝在跟他说话呢 你们知道吗 对了是祭司萨姆尔 祭司萨姆尔告诉他说如果你在听到这个声音 你就这样子的回应 那今天你们要怎么知道上帝对你们说话呢 或者说了什么话呢 你们知道吗 是的我们怎么知道上帝跟我们说话 我们是透过读圣经 透过祷告 或者呢是透过父母 教会的老师 或者你们的组长 来知道上帝要对你们所说的话 所以呢孩子们 老师要鼓励你们要常常的与上帝连结 常常的要安静的等候神 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听到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 那今天呢 我们的题目就是 以利 祭司以利 告诉这个萨姆尔要怎样的去回应上帝 祭司以利 告诉萨姆尔要怎样去回应上帝 孩子们 记得要把你们的答案发给美丽老师哦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今天的崇拜就到这里 提醒大家记得回答题目 也鼓励大家积极的背诵经文 分享才艺和见证 那我们下个星期 儿童献上崇拜再见咯 愿神的平安和祝福 大大的与你们同在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